開始 哨聲響起 隊員全副武裝 全力衝刺 比體力還要比速度 這一關基本神節 比耐力還要比技巧 而負重就身 小棒譜射水 對每一位一宵同仁來說 都是基本功 今年一宵競技大賽 仍到登場 去年因為疫情而停辦一年 恢復競賽之後 首次將火災搶救 七項連續動作 納入比賽 隊員需要搬運救災器材 拖拉水袋 拖帶假人 強制破壞 及重物搬移等 考驗體力也是比耐力 而最後一項比賽 全副武裝 大隊接力最受注目 幾乎每一棒 都是氣喘吁吁 一宵競技大賽 本來是去年比賽 我們要馬上集合了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延到今年 來做比賽 那我們這些選手 在今天所有成果教育 完了以後 我們會把選手 領選出來以後 參加10月2號 在新竹市比賽的 全國一宵競技大賽 金龍市長 李悠昌親自到場 為一宵同仁加油打氣 也特別頒發加賽金 給支援花蓮泰土格號 出軌事務 21名人員 那這個充分顯示我們一宵的團隊 是一支有組織 有紀律 而且訓練有數的隊伍 那也透過今天的一個訓練跟驗收呢 還有競賽 為我們110年全國消防以及一宵人員 競技大賽來提前做好準備 透過競技大賽 消防局選出各組優秀選手 將代表金龍市出去比賽 不管輸贏結果如何 消防同仁表現運動家精神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